大家好,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 第一次被异性进入身体,是重什么体验和心情呢? 为此,我专门采访了六位女士 第一位佳琪,今年26岁了 她说,说说我第一次的感受吧,就很害羞,很拘束 我本来就是那种比较内敛内向的人 对这方面的接触可以说是几乎为零 她给我脱衣服的时候,我的脸刷一下就红透了 能明显感觉到全身火辣辣的 我心里还想呢,这时候我该怎么做 要不要我也帮她脱衣服,这不太好吧 反正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想了一堆,有的没的 前戏的时候,她把我弄得有点痒 我一直都忍着,没敢笑 到最后一步时,我大气都不敢出 平住了呼吸,也没看她,就抓着床单 反正,我觉得自己当时还挺窘迫的 第二位,美琳,今年三十岁了 目前是一位老师 她说,我单身多年,从来没有谈恋爱 交过男朋友,也不是我不想,但很多时候 如果机会没有到,你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直到上一年,我认识了我的男朋友 我们蛮聊得来的,她性格也还不错 总的来说,就是很配我,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我跟她也是交往了好几个月之后才发生关系的 因为我跟她说过,我暂时还没有准备好 后面机缘巧合下有了这样的契机 也就水到渠成顺势而为了 虽然是第一次,但这种感觉真的还挺舒服的 那时候我很想发出声音,但有点不好意思 又考虑到这样会不会不太矜持,就忍下来了 不过,我心里还是挺开心的,挺爽的 因为她给了我很好的第一次,这种感觉挺好的 第三位可欣,今年32岁了 她说,因为是第一次嘛,当时想的挺多的 我的身材确实不够好,大腿有点粗 而且肚子上也有肉 我之前有看过她前女友的照片 比我好看很多,个子也高,人也苗条 她跟前女友发生关系的时候 只要一想到这些,我就总是放不开 总是想,她会不会因此而嫌弃我呀 我是不是该减减肥了,早点减肥就好了 真的觉得丢脸死了 然后,我就陷入了一条无尽的胡同里 不要说享受什么了,就只想快点结束 尤其是当她真的进入我的身体的时候 心里更是五味杂陈的,不是滋味 觉得自己应该被她各种嫌弃吧 唉,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懂这种感受 也许没有吧 第四位孟杰,今年28岁了 她说,说实话,有一点痛 关于这一点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 第一次都是会有点痛的吧 我之前听人说过 也可能是我这个人本来就比较怕痛 对疼痛的感觉很敏感 不过,我没跟她说 一来是觉得第一次就这样直接的话 有点不太好 二来是觉得会不会伤了她的自尊心 平时跟她相处时 她就是那种比较好面子的人 在床上也应该差不多吧 想到这些 我也就没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感受表达出来了 况且这种痛感我也还能忍受的 我也是第一次,很多东西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对方表达 就只好先沉默了 这个东西也急不得吧 慢慢来呗 第五位美莲 今年29岁了 她说,之前有学过了解过一些理论知识 单身的时候就觉得得提前积累一些 不然等到真的谈起 恋爱来再临时抱佛脚 就有点迟了 多尴尬呀 我是那种喜欢未雨绸缪的人 然后我就遇见了我们家大力怪 也就是我男朋友 说起我们的第一次啊 我第一次被男朋友进入身体的那种心情啊 怎么形容呢 虽然平常爱看一些小电影 但毕竟实践还是第一次 当时我就想 果然理论和实践的差距是巨大的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一时间 情不自禁脑补了很多画面 有点不知所措 有点小慌乱 但是我家大力怪很快就平复了 我的这份慌乱感 让我渐入佳境 享受其中 虽然出血后真的好痛 但她也好温柔 所以那种心情还是很好打 我也打从心里喜欢和她发生关系 第六位曼庭 今年27岁了 目前是一位博士生 她说 比起其他的 我反倒更想夸夸我男友 平时跟她接触的话 会觉得她这个人五大三粗的 说话做事 这些又很直不会转弯的那种 但在床上 第一次对她进入身体的时候 我的心情挺舒服的 因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她这个直男 在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我 全程动作都很轻很缓 看我表情有点不一样 她就会问我 是不是太大力了 需不需要她再轻一点点 毕竟这是我的第一次嘛 当时是有点小紧张的 但也因为她的这种态度 让我 以及我的身体都很快 就进入了一个好的状态 虽然事后 后之后觉走路都一拳一拐 而且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我还是爽到了 她给了我很难忘 很舒服的第一次 真好 小慧觉得 因为是第一次 大部分的女性 都不外乎有害羞拘束 不好意思 自卑 隐忍等等的 一些情况存在 正是这样的自己和感受 夫妻生活里 也不需要隐忍 不舒服 甚至是痛感 强你应该告诉对方 可以语气委婉一点 但你一定要表达出来 隐忍 只会让对方觉得 自己这样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 无论你们是第几次 进入了对方的身体 都希望你们 能够享受这个 无比亲密的过程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保护好自己 而健康的男女亲密生活 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时代 我们应当摒弃过去的保守观念 以开放的心态 去正视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 健康的男女亲密生活 能够增进夫妻间的感情 男女之间不仅需要精神上的沟通 还需要生活中的亲密 男女发生关系 是一种亲密的表达方式 它能让两个灵魂相互依微 让爱情在激情中升华 其次 男女亲密生活 有益于身体健康 你可能不知道 在男女亲密生活中 身体会释放出 许多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激素 如催产素 内非钛等 这些激素 不仅能够缓解压力 还能提高免疫力 使你的身体更加健康 再者 男女亲密生活 对心理健康同样有益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压力时 通过男女亲密生活释放压力 有助于我们保持心理平衡 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 是我们应对生活中 种种挑战的重要支柱 最后 健康的男女亲密生活 能够提高生活质量 在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 来放松身心 而男女亲密生活 正是一种极好的放松方式 它不仅能让我们在短暂的片刻里 忘却烦恼 还能带给我们愉悦和满足 当然 我们在谈论健康的男女亲密生活时 也应当注意安全和责任 与伴侣保持忠诚 避免不良性行为 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在享受男女亲密生活的快乐的同时 也能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身心健康 愿你在生活中真是自己的身心 体验健康的男女亲密生活带来的美好 就如同我笔下的故事 那些鲜活的人物 在生活中尝尽了酸甜苦辣 却依然勇敢地追求着真挚的爱情与幸福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 在中国的小慧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